大家好,我是和你们一样爱好娱乐,每天关注于新闻的第二个朋友圈,跟着我带你们每天看最资讯。 大家好,我是和你们一样爱好娱乐,每天关娱乐新闻的第二个朋友圈,跟着我带你们每天最新资讯。 王一博最近怎么了?为什么只要上热就被潮呢?尤其是演技方面呢? 王一博最近怎么?为什么只要上热搜就被潮呢?尤其是演技方面,王一博是如何成为流量的?王一博是如何成为良的? 从创造营的时候,就凭借舞蹈吸引了粉丝注意,但是大火的,确实凭借陈情令大火,之前的,护咖,如今成长为流量里的第一梯队。 从创造营时候,就凭借舞蹈吸引了粉丝的注意,但是大火,确实凭借陈情令大火,之前的小护咖,如今成长流量里的第一梯队。 王一博在饰演蓝旺鸡的时候,曾经因为剧照就被网友吐槽过,王一博本来不,但是被造型拖垮了,使得脸更加的长,破坏了美。 王一博在饰演蓝旺鸡的时候,曾经因为剧照就网友吐槽过,王一博本来不丑,但是被造型拖垮,使得脸更加的长,破坏了美感。 后来王一博又凭尤斐力的造型被网友吐槽,丑,毕竟尤斐冲斥着,孵化道具真的不像上亿的剧组。 后来王一博又借尤斐力的造型被网友吐槽,丑,毕竟尤斐冲斥穷,孵化道具真的不像上亿的剧组。 王一博其实的不丑,就是被这两个角色中拖后腿,这次他在想照耀中国中的造型就很干练,很有气质。 王一其实真的不丑,就是被这两个角色中拖后腿,这他在理想照耀中国中的造型就很干练,很有气。 王一博演的蒋仙云让部分网友觉得已经看不王一博的影子了,这短短一集看到的就是信仰。 定的蒋仙云,许多网友表示看得热泪盈眶了好次,在泥泞中间定向前爬,眼神里说不出的坚定。 在船上的那段对话更是让人热泪盈眶,台词真太好了。 高官后路非我所求,你才应该想象,身为各军人,如何才是真正的为国民利益考虑? 酒冷。 再热得斜眼暖不过来了,趁还有炭火,还来得及。 一刻都没有犹豫过自己的选择。 王一博演的蒋仪让部分网友觉得已经看不到王一博的影子。 这短短一集看到的就是信仰坚定的蒋仙云,许。 网友表示看得热泪盈眶了好几次,在泥泞中间向前爬,眼神里说不出的坚定。 坐在船上的那段话更是让人热泪盈眶,台词真的太好了。 高官后,非我所求,你才应该想象,身为一个军人,如何才真正的为国民利益考虑? 酒冷了,再热得斜眼暖过来了,趁还有炭火,还来得及。 他一刻都没有犹过自己的选择。 当王一博出现在屏幕中,热搜有随其后,王一博转头一笑绝了,灯上热搜。 当王一出现在屏幕中,热搜有紧随其后,王一博转头一绝了,灯上热搜。 评论区一部分觉得王一博演技得太好了, 另一部分拿王一博和觉醒年代理乔年的回头相对比。 评论区一部分觉得王一博演真的太好了, 另一部分拿王一博和觉醒年代理乔年的回头相对比。 那么,但从上热搜这个动图,看,王一博的演技到底好不好呢? 那么,但从上热这个动图来看,王一博的演技到底好不好呢? 上,上图一位影视圈的博主,对王一博这个回头演进行了自己的吐槽。 有的网友表示,吐槽很精准,是又有网友说,跟陈乔年回头对比,想打博主。 还,部分网友表示,粉丝是在捧杀。 当然了,粉丝说他在嘎黑。 一位影视圈的博主,对王一博这个回头,即,进行了自己的吐槽。 有的网友表示,吐槽很精。 但是又有网友说,跟陈乔年回头对比,想打博主。 有部分网友表示,粉丝是在捧杀。 当然了,粉丝说是在嘎黑。 但是单单从这个回头来看,演技上却差点。 粉丝还是得虚心一些,流量越大,招来的祸越大,也别什么都赖到黑粉身上。 路人也有发表几看法的权利。 但是单单从这个回头来看,演技确实差点。 粉丝还是得虚心一些,流量越大,招来祸端越大,也别什么都赖到黑粉身上。 路人也有表自己看法的权利。 王一博本身就是流量,所以,演艺行都备受关注,有称赞,当然也有嘲讽的声。 称赞的听听就行了,嘲讽的声音,那用下一次的线打脸就好。 粉丝上纲上线,最终害了的还是王博。 王一博本身就是流量,所以一言一行都备受注,有称赞,当然也有嘲讽的声音。 称赞的听听就行了,嘲讽的声音,那用下一次的出现打脸就好。 粉上纲上线,最终害了的还是王一博。 流量不是原错误的引导才是最黑心的点。 流量不是原最错的引导才是最黑心的点。 以上是第二个朋友圈全部内容,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欧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,请关注第二个朋友圈。 本文有百家号作者第二个朋友圈首发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。 本文有百家号作者第二个朋友圈首发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